晨晨,她是从大宅门里走出的掌席 一去暗箱曾将压抑在心里的感情全部释放 一直以来,她的每一次歌唱都顶着来自家族智掌公共的压力 这次面对性感奔放的宣威威 晨晨是否会在舞台上被激发出积蓄已久的惊人力量呢 晨晨是否会在舞台上被激发出积蓄已久的声音 see you 每一年杀死的 什么都每一朵污渍的气味变了 藜漫这腐朽的空多 过去决不想我 却还奢求你 寂寞 倔强 让感情窒息人 或少的寂寞 冷冻的沉默 没来由的悸动 不能帮助你 微笑像满飞烟 被大海淹没 从山顶滑落 可怕的想念还活着 或少的寂寞 冷冻的沉默 再坚持些什么 有时连自己也不是太多 我不想祈求 就只好成生 可怕的想念 分桥桥 唱这么多次歌 唱得这么棒 公公有没有赞美过你 夸你 这是我公公第一次在台下看我唱歌 谢谢 别哭 别哭 这么感动 咱们今天听听公公 啥感受 感动 确实是不容易 为什么她因为在家从小唱歌 一看到我的夏天 这里窗那里多 我曾经也批评她过几次 说了几次 但是今天看到她唱着歌 唱得这么好 我确实对晨晨有点欠想 就是非常对不起她 谢谢爸爸 谢谢大姐 谢谢我老公 谢谢儿子